大家好,我是三毛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PT作种 首先第一步将UoT打开 运行 第二步就是选择我们需要作种的这个文件 然后对它进行种子的自作 今天我们以这个计算器网络基础这个视频为例 打开PT 点击发布 在发布栏这里栏中 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服务器的地址 我们将其复制 然后打开UoT 点击文件 选择制作特责 然后将其斩贴在特责属性 缺口这一栏当中 因为之前我已经做过 这已经不用再粘贴了 然后在其他 记住这地方特别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 私用种子和保持文件逊序 这两项一定要选中 同时这开始作用这一章 一定不能选择 然后我们选择 由于刚刚我们看到是一个文件夹 所以在这地方选择添加的时候 我们需要添加的是一个目录 选择是目录 如果是一个单个的文件的话 我们就选择添加文件 在F班看到 选择这个 选择文件夹 然后点击创建并定存为 这个过程是文件的大小一定 如果文件越大的话 需要的时间会越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标题 以及需要作用的这个文件的介绍简介 都会做好 此时我们看到种子已经做好了 然后选择一个保存路径 这地方保存的类型为Torot文件 然后文件名 文件名你可以自己更改 一般我会选择默认的 然后将其保存了 你选择一个自己能记住的一个地址 我一般选择相信保存在底盘 点击保存 然后关闭 同时这个制作文件的过程当中 这地方有一个你直接 也可以点击这个直接制作 Torot 和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打开pt 点击这里吧 然后种子文件 你们看到这里方有信号 种子文件简介 内型这三项都有信号 就说明这个三项是必须要填的 找到我们刚才保存 制作好的一个种子文件 是在D盘 选择 打开 标题 关于标题的制作 我们在这里 在规则这一栏当中 有很详细的介绍 同学们可以好好地看一下 副标题可以填写也可以不填写 介绍 介绍一定要有 内型 内型我们这地方因为是一个 是一个学习视频 我们选择的是学习 然后 自此我们的文件 已经基本上 做好 然后点击发布 因为这个榴弹器它会自动弹出来这个窗口 就是你需要保存的这个窗口 然后点击打开 记住 这个保存的路径一定要和之前相同 就是我们看到是 是在F盘电影 Vidio这个栏目当中 这个这个校正过程当中 这一定要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选择 F盘 电影 Vidio 然后选择这个 选择去除 然后选择确定 这时我们在 Ut Ut当中能显示出来 正在检查 下载 点击下载 能看到这个 检查这个 这个正在 我们把它俗称为载入 校正也叫校正 等待校正完成之后 我们种子就可以做好了 当健康程度达到1时 我们就可以上传了 我们看到 我们校正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完成 在完成这些栏目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 我们刚才上传的这个文件 点击 如果这个文件前面是一个红色的箭头 说明这种子健康程度是大于1的 说明是好的 然后我们点击pt 点击种子 就能看到 我们做好的种子已经 刚刚已经 种子已经做好 再记住这地方 像这种 如果前面显示是红色的 说明这种子 载入失败 需要重新校正 像这种 如果显示是黑色的 说明种子是健康的 是可以用的 还有就是 这个UT的版本 建议采用 2.0以上的版本 至于下载 我们打开UT 点击首页 在这最下面 这里方 点击这个 UT 我们就能看到 能够这里方出来一个下载页面 点击直接下载 至于安装的过程 在这里就不必 对于其他的客户端 其他的BT客户端 原理基本上和UT差不多 至此 种子的制作 基本完 已经全部完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